大家好,我是老华一媳妇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个绣球花 然后养着养着叶子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它是比较耐阴的一种植物 然后不能阳光曝晒 好多花有在浇水的过程当中 不能及时地判断它的干丝 所以说浇水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微粮的状态 就叶子搭了 然后其实这种再浇回来 它这种叶子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因为它这个水分雇硬不足 然后导致的细胞壁 然后那个破水 然后会导致这样 其实它这种蒜硬伤 并不会对整个植物造成影响 如果嫌不好看 稍微修一修或者修剪掉 然后它还会继续开花的 不用担心 然后但是注意浇水 千万不要过度的干旱 过度的缺水 还有这个阳光的曝晒 就注意这两点 就叶子不是出现这种状况了 再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判断植物的干丝 然后植物的干丝 它一般都是用营养负栽种的 所以说你要颠颠盆盆土的丝的时候 然后它的重量 还有就是说它干的时候 然后这个重量会很轻 还有就是用手去感受 像这种薄叶类的 很容易造成极度的缺水 然后导致叶片出现这种状况 这样的话就用手去感受 这个土壤的干丝程度 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干 感觉上面一层干 里面还是超湿的就该浇水了 像这种的就得及时的补水 不然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还有最后一点忘了说 然后刚才说的及时补水 但是好多话 有的时候我会不会把它泡在水盆里 然后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 但是千万不要那样做 会导致积水 然后导致烂根 再补充一点